Hello 大家好 我是QBee Canva的框架是我最喜欢的Canva功能之一 它可以很轻易地帮我们取代框架里面的图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技巧 就可以帮我们很快速地制作不同形状的图片 甚至去结合一些字体的框架 以及一些素材的图片 颜色的图片等等 去做出一些很特别的文字效果 但是在用框架的时候 我发现一些很常用的框架 例如长方形 它的高 阔等等 其实都不可以自行地去调整 有时候我都找不到一些我经常想要的形状 例如我刚刚说的一些英文字体 它内置都有几种 但是当我想要其他不同的字体 甚至是一些中文字的框架 其实就更加是找不到的 国外其实就有很多Canva的Mockup的框架 让大家可以直接将它们的图片套在一些不同形状 甚至是衣服 海报架 甚至是袋等等的上面 甚至也见过一些像字母形状 生果形状 导物形状的框架 那些很多都是字仔的 看到之后我就想研究一下 究竟我们是可以怎样去做这些框架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会用两个很简单的方法 去帮大家去制作自己的框架 在影片的最后我都会提供一些实质的例子 去说一下究竟框架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你继续看下去了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Google Slide Google Cambo 感谢伟大的Google 只要我们有Google帐号就可以用的工具 除了它免费之外 无论我们在MacBook或Windows系统上都可以用的 大缺点就是这个工具不能弄太多的形状 很多都是depends它里面本身已经拥有的形状 但是基本的一些方形 圆角的方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Google Slide去帮助我们制定我们的Canva Frame 步骤非常之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上载一张图片 然后就选择剪材旁边这个的箭嘴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基本的形状 例如长方形 甚至一些箭嘴和笑哈哈等等 我们都可以选一个有圆角的长方形 然后再把这个形状拉成我们需要的大小 然后这个档案就可以输出为PDF 选择档案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Canva 在Canva 里面我们选择建立设计 在里面的视窗我们就可以选择汇入档案 这个时候只需要选择我们刚刚在Google Slide 里面制作的PDF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放入Canva 我们需要等一会儿这个系统去上载PDF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再在Canva 里面开启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框架已经搞定了 只要你把框架里面的图片铲除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下面出现了一个框架 之后无论你套入什么图片在中间 它都会维持框架的大小 我们只要继续去运用这个原理 我们就可以猜到其他制作这个形状的步骤了 现在就让我示范一下这个升级版的自定义框架 我们需要的工具是Figma Figma它是有一个网上版本的 只要大家注册了就可以用的了 平日我都常用它去弄不同的设计 网页设计 App设计等等 但今天我们只是运用其中一个小功能 去帮我们去弄这些PDF 进入了Figma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选择形状工具 你也可以按R 快捷键可以直接跳到这些形状的工具里面 我们首先就画一个长方形 在右上方你就可以调整这个数值 例如我需要一个16898的长方形 然后我就进入数字 然后呢 我还想弄多另一个形状 那今次就用文字做示范 首先我就要选文字工具去输入文字 今次我就想用虎 老虎的虎去记录一下 这是一个虎年制作的影片 那当我们选择好文字的字体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将文字去建立外框 你也可以按Shift Command O 或者右click 你就会看到这个Create Outline 建立了外框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有两个形状 一个是长方形 一个是文字 我们就不要急着将它们输出先啦 那输出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在右边的版面去选择颜色 然后在这边呢 就再选择图片 你可以看到两个形状都被他一张预设的图片已经复合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将它们输出了 我通常就会用一个框架 框架啦 一个画簿来的 你也可以按键盘的F 然后再框着这两个形状 我们就可以将两个同时输出在同一个画簿上啦 那输出的方法呢 就在右边的最底 你会看到Export 记得去选择我们刚刚的画簿啦 然后再选择这个PDF 输出之后呢 准备工作就完成啦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再回到Canvas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档案汇入 你会看到这个形状已经搞定啦 要记住啦 图像和铁图 这些普通的graphic Sticker那些是不可以取代图片的 你要放进去呢 是一张图片你才可以成功 那弄这些框架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就很喜欢用拖拉的方法啦 穿镜drop很快地制作出我需要的图片 因为它就会维持在这个框架的大小啊 它的乐园都可以维持的 我就很喜欢用这个特性 去帮我自己去弄一些毛板 一些template 例如我可以做一个印证件上的毛板啦 又或者做一些social media post的设计啦 甚至是一些mockups去帮我很快速地 用drag and drop的方法去完成一张效果图 例如一张海报 又甚至是去做一些特别的文字效果等等 我们都可以靠框架去帮我们去完成 当然啦 如果你精通了其他的设计软件 例如Adobe啊 又或者Figma都可以做到 但是Canvas的优点呢 就是我其实不需要去下载软件的 我可以很随时随地地在不同的设备里面去用啦 例如是电脑啊iPad啊手机 我都可以很快速地把图片放在这个框架的里面 直接去进行一个输出和印查等等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这个频道呢 其实就想分享多些设计相关的工具啊tips 目前呢 我比较多有兴趣研究就是Canvas 和Figma这些软件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like或者subscribe啦 那我就会非常感激的啦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啦 下次再见 拜拜